今天财经快报 看数印度选民支持莫迪 民调结果显示近一半的印度选民支持总理莫迪 只有略多于四分之一的人支持其主要竞争对手拉胡尔甘地 印度大选将于下周拉开帷幕 对冲击金Barrington Capital敦促派拉蒙环球放弃与Skydance Media的排他性谈判 对冲击金Barrington Capital周五敦促派拉蒙环球放弃与影视制作公司Skydance Media 就潜在交易进行的排他性谈判称如果该公司考虑其他竞购者 美元狂涨 日元暴跌 家园惨遭抛售 货币格局何去何从 汇通财经Apption 周五 美国通胀走强 美联储加息的希望正在消退 美元连续狂飙 并巩固了其作为2024年表现最好的货币的地位 美国钢铁股东批准新日帖149亿美元收购计划 美国钢铁股东周五投票批准了新日帖以149亿美元收购该公司的提议符合市场预期 美国钢铁表示超过98%的投票赞成该交易 周五的投票是完成交易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澳航临时调整破斯非伦敦航线避开伊朗空域 由于担心伊朗可能很快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澳大利亚航空暂时调整了从破斯直非伦敦的航线 已避开中东空域 一位澳航发言人周六证实 公司正在监控事态发展 一百年来第一次拜登对油气业动手了 据媒体报道 拜登在11月大选前全面打击油气行业 提高了在联邦土地上开采石油的特许权使用费及费用 油气将公司钻探增成本或上升 修美乐仍占据96%市场份额 生物类似要降价梦还要多久 随着生物要专利悬崖期的来临 生物类似要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美国市场抢占先机 但其中仍然有许多值得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尤其是美国通胀持续的预期下 美应对俄罗斯金属实施制裁 限制铜、铝、链交易 新规定禁止伦敦金属交易所接受俄罗斯新生产的金属 4月13日及之后生产的俄罗斯铝、铜和链都属于被禁之列 马斯克将访问印度并与莫迪会面引发特斯拉将在印度投资建厂的猜测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即将访问印度并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这引发了外界对特斯拉将在这个南亚国家进行投资的猜测 恰逢印度大选即将拉开帷幕 手机输入耶路撒冷后提示巴勒斯坦国旗苹果公司承诺修正 据环球网援引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11日报道 苹果手机用户在输入耶路撒冷时 系统自带输入法会自动推荐巴勒斯坦国旗表情符号 这被批示反犹太主义 韩媒痛批岸田文雄在美国会演讲时 只字不提侵略历史 甚至不如安倍 关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地时间11日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韩民族日报4月12日发表评论文章 痛批岸田对二战时期的侵略与殖民地统治之字未提 比特币一度跌超77.8亿美元 看涨加密货币押注遭清算 比特币周五一度出现一个多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并引发了一系列投机性加密货币头寸平仓 数据显示 比特币一度跌7.5%至65214美元 随后收复部分跌幅 亚马逊高管驳斥机器人抢工作说法 称其为神话 环球视角 亚马逊高管驳斥机器人抢工作说法 称其为神话 据外媒消息近日亚马逊全球机器人 机电一体化和可持续包装总监 Stefano Law 刚过去的一周海外市场凌乱了 刚过去的一周海外市场凌乱了 华尔街见闻美联储降息预期回落 中东动荡局势升温是主要推手 过去一周海外市场波澜不断 各类资产剧烈波动 欧洲央行管委再放歌 有望在6月降息 欧洲央行管委会成员 拉脱维亚央行行长 Martin Skazak表示 欧洲央行有望在6月开始降息 他周五表示 如果我们真的朝着2%的通胀目标前进 那么在我看来 英美对俄罗斯金属实施制裁 限制铜、铝、链交易 英美对俄罗斯金属实施制裁 限制铜、铝、链交易 华尔街见闻美国和英国 对俄罗斯金属的新制裁禁止 LME、CME等接受俄罗斯铝、铜、链 此外美国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铝、铜和链 舒尔茨将访华 一文看懂豪华代表团成员有哪些 据外交部网站12日消息 应中国总理李强邀请 德国总理舒尔茨将于4月14日至16日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德国总理舒尔茨将于4月稍晚时候访问中国 届时 拜登警告 不要轻举妄动 美股深夜大跌 道指重挫475点 英伟达市值蒸发4400亿元 拜登警告 不要轻举妄动 美股深夜大跌 道指重挫475点 英伟达市值蒸发4400亿元 摩根大通跌超6% 黄金冲高回落 4月13日凌晨 美股再次大幅下挫 隔夜要文 贝莱德CEO预计美联储2024年降息一两次美国4月密歇根消费者信心回落进军AI刺激苹果市值暴增 市场收盘 美股连续第二周下跌通胀压力与中东局势施压 4月12日美股成交额前20 马斯克称Grock 周五纽约黄金期货收跌0.5% 周五纽约黄金期货收跌 市场正在评估美国通胀状况与中东紧张局势 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收跌0.53% 收于美盎司2360.20美元 4月12日美股成交额前20 马斯克称Grock3可能需要10万块英伟达H100GPU 周五美股成交额第一名英伟达收跌2.68% 成交374.26亿美元 特斯拉CEO马斯克最近在接受采访时 未来进阶版本Grock3的开发可能需要高达10万块英伟达H100GPU 美联储官员Daily完全没有调整利率的紧迫性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MaryDaily表示 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强劲 消费者支出稳健 以及最近几个月通胀率回落步伐减慢 目前完全没有调整利率的紧迫性 热门中概股周五大多下跌阿里跌4.7% 小鹏跌9.9% 热门中概股周五大多下跌 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当中 上乘数科涨5.99% 拍明新成长4.33% 万物新生涨0.58% 收盘 美股连续第二周下跌通胀压力与中东局势施压 13日凌晨 美股周五收跌 三大股指均录得连续第二周下滑 道指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 投资者正在评估摩根大通等大型商业银行的财报 美国WDI原油盘中突破每桶87美元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 13日凌晨 美国WDI原油周五走高 盘中一度突破每桶87美元关口 投资者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的发展 有媒体援引美国官方消息称 亚特兰大联储行长Bostick重申预计今年晚些时候降息一次 亚特兰大联储行长Rafael Bostick坚持今年降息一次的预期 同时保持了在必要时进行调整的灵活性 我对2024年的展望是年底前降息一次 我预计经济将继续增长 亚特兰大联储行长Bostick强调家庭面临住房负担能力挑战 亚特兰大联储行长Rafael Bostick称过多美国人负担不起住房 并强调了全国范围内的供应短缺 Bostick在新奥尔良杜兰大学一次事先准备好的演讲中说 尾盘美股继续走低到只跌于500点 13日凌晨美股周五尾盘继续走低到只跌于500点 美股第一财报季拉开帷幕 投资者正在评估摩根大通花旗银行 富国银行以及贝莱德等的业绩 堪萨斯城联储行长Schmidt 降息前需看到明确且令人信服的通胀证据 堪萨斯城联储行长Jeffrey Schmidt表示 政策制定者应该等待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通胀将回到2%后再降息 而不是先发制人的调整政策